在2013年有一个跳水的节目 无意间捧出了一位女神王立坤 吹痰可破的皮肤 迅速被大家瞩目 爆红到现在 一直被大家冠以素颜女神的称号 想必她本人对于自己的皮肤保养 一定是非常的重视 素颜女神 是特别感谢大家能给我一个这么高的称呼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让大家看到的一个就是素颜的舞 能让大家喜欢我很开心 好那你自己压力会大吗 就是人家都是焦点在你脸上 我还好 不会以这个为主 但是每个女孩可能她都会 对自己的皮肤比较在意 都会去呵护吧 尤其是我每天拍戏 更要去呵护一下皮肤 身穿一袭清新白裙的王立坤 当天是受到某化妆品品牌的邀请前来站台 能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和邀请 想必王立坤平时对护肤一定有不少研究吧 你就别藏着掖着了 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嘛 因为我每天工作需要化妆嘛 因为皮肤会比较缺水 所以弄我什么需的 那每个月大概在包装品上的花费 大概是多少 没有算过 因为敷面膜其实有的时候 如果是每天敷 不太适应敷太滋养的 有的时候普通的补水的 反而就是经常肚子会比较好 题为在线上海在我们的